袁文哉族,书接上回 上回就讲到,那个魏忠賢就转胜了 刻意去讨好东南党,逢人都称赞 东南党,好异啊 又对皇帝称赞赵南星,这个国家难得的人才啊 为什么他会这样呢?原来他想拉拢东南党和东南党做朋友啊 其实呢,在中国历史上,一直都很复杂啊 正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嘛 利益一致的时候呢,拍肩膀,大家做老友,甚至结拜为兄弟 一翻面就在背后一刀就刺到你小眼那里,拿你命 那么魏忠賢呢,虽然是文盲啊,不识字 但是他对这些历史是很清楚的 他知道东南党人不但手握大权,而且都是读书人来的 有权的读书人是最多人害怕的嘛 你做官呢,他不是太怕你的 魏忠賢最怕你这帮书外子 正所谓书生意气,死牛一面颈的 好就说好,不好就说不好 有句讲句,平时呢,他没有什么事生非 但是你得罪他,他是跟你拼命的嘛 他不怕死的嘛,大难临头 他敢跟你拼过的嘛 文若书生就变成钢铁战士的 哎呀,这些死路跟胆大妄为的人 对那个陈锋洗礼欺怨怕硬的毛乃魏忠賢 哎呀,他最怕的嘛,是天大的妇女来的 所以魏忠賢呢,首先要对付东南党 并非是整临他,而是拉拢他 不敢得罪他,哎呀,我怕你呀 我扣个头给你,哎呀,你不要犯我 对魏忠賢,这种坚的善意表示 和他低三下四的讨好 东南党人,一点都不领情 送离嘛,不要呀,还不能退婚给你 上门拜访嘛,删门 哎呀,走啦,走啦,你不要搞我了 一点都不给面子 特别是那个赵南兴啊 其实魏忠賢呢,最喜欢 和赵南兴交朋友 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是同乡嘛 以为念在同乡之城 会给面子的啦 所以啊,他平日逢人都赞赵南兴啊 哎呀,这个人怎么能力,怎么能力 但是赵南兴毫不领情 他之门外,又一次啊,居然当着众人的面前 说了一句,喂喂喂喂喂 你和我各走各路,你不要来烦我啦 魏忠賢呢,十分不明白 啊,王安也是太监而已 他也是太监,我也是太监 那为什么你们对他这么好 偏偏就不给面子我呢 哈哈,魏忠賢和王安呢 是,两个人从生理结构来说 都是一路课式啊,大家都是太监嘛 但是,魏忠賢呢,无乃出身,行为卑劣 这些社会诈载明星太坏了 东林党人一定会看得起他的啊 对人不对事,这些只是东林党的性格啊 所以,不愿和魏忠賢来往 我不肯和他交朋友 这种对他不舍一顾的情感应该肯定 这种思想是值得尊重,值得敬佩的 但是,绝对错啊 因为东林党人不知道 政治的最高技巧 并非是硬碰硬,拼过你死我活的嘛 政治啊 政治啊,有时是需要妥协的 魏忠賢呢 对东林党这么来对付他 当然十分愤怒了 他愤怒有道理的啊 我认为东林党拒绝合作嘛 更重要的,你东林党 他不给他面子 这个世上啊 人呢 就分很多类的 魏忠賢呢 属于江湖上的人物 他在社会上啊 认为一帮都是狐朋狗党 这帮都是无乃来的 老婆可以不要 女儿可以卖给他们做赌本 什么都不在乎的 但是,有一样东西最重要的 面子啊 这帮人啊 最讲究面子啊 一个人啊 没了什么都不拘爱 但是不能够没面子啊 你东林党 一点都不给我面子 鄙视我 魏公公反复思考 于是乎就做出一个决定 好呀 你不给我面子 我就给你翻面 不过,翻面又不是那么容易的啊 你解决魏朝啊 王安啊,这些你还可以 是吧 大家都是文猛 你魏公公,心狠手辣 要解决这些人呢 你很容易做到的 但是东林党不同啊 这帮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啊 至少都是尊士出身 擅长朝廷斗争 这些呢 刚刚是魏公公的缺点来的 在朝廷搞斗争 并非是动刀动创 那么简单啊 一般来说 用口骂人 用笔来写文章 告状 而且呢 他们的技术质量很高的嘛 骂人呢 都是人经据典 那魏宗仁文盲一个 要他做这些事情 实在是十分为难的嘛 没办法啦 为了不被人欺负 为了出一口气 为了面子 一定要收罗一批走狗 要找人来帮手才行的嘛 最早加入走狗队伍 哎呀 又成为最重要走狗的 就是两只狗 两只老狗 就是顾炳謙和魏广媚两个 顾炳謙是万历二十三年进士 此人呢 是进士出身 学识过人嘛 还有一样东西 无耻过人啊 无耻到 连最无耻的魏宗仁 哎呀 和他都有得比啊 两个人一扎扎 因为魏宗仁 没找他 他就自动投靠魏宗仁了 两个人臭眉相头 两个人成为一扎扎的无耻之徒 那时候呢 这个顾炳謙啊 已经做到很高级下的了 是部长级了 政部长啊 是礼部尚书啊 而且他年纪已经七十一岁了 照计啊 做官做到这么大年纪 有什么这么想啊 哎呀 算了啊 有机会就休息一下了 不是吧 他人怒心不怒 哎呀 更想一层流 重要路啊 大笔啊 朝中的大臣呢 个个都看不起他 没人肯和他交往的嘛 你不理我 你怕我什么 我去找魏宗仁 于是 他就去投靠魏宗仁 为了升官啊 他不顾自己 已经是政部长的身份 已经七十一岁的高龄 居然带上他的儿子 去拜见魏宗仁 一见到面 他立刻跪下叩头说 我呢 本来想认你做老爸的 哎呀 但因为怕你嫌我老 不肯收留我 所以 现在我就带上我儿子 要我儿子认你做阿爷 那你就认他做孙儿子好了 哎呀 哎呀 真是少有少有啊 这个顾炳謙啊 他足足大这个魏宗仁 十八岁 他的儿子和魏宗仁 都年龄一样大 哎呀 那儿子居然带人去做阿爷 自己就认魏宗仁做老爸 哎呀 这样的事都做得到的 喂 他还有什么不敢做呢 哎 这请人啊 可恥可怕到极啊 另一个呢 这个人呢 叫做魏广美 这个是万历三十二年的俊士 他比顾炳謙呢 就好些 这个人呢 本来啊 是一个可以变成坏人 也可以争取的人来的 是中间派的人物来的 魏广美的父亲呢 叫做魏云晶 魏云晶有个最好的朋友 就是赵南星 魏云晶 就是万历年间 曾经做过侍郎 即是做过副部长的 和赵南星有八拜之交 是结拜兄弟来的 那魏广美呢 在仕途上也十分顺利的 他出身以后呢 做了汉林 提升得很快的 在天啟年间 就已经做到礼部侍郎 就是礼部的副部长了 本来呢 这个前途 已经十分值得人家羡慕了 但是人心不足 他还想升得更快些 所以呢 他就去求见魏公公 那有人来投靠啊 副部长来投靠自己嘛 魏公公 当然来者不拒 多多亿善啊 即刻就答应提拨他 两年时间而已 由副部长就升为正部长 不止的嘛 还吸收入内国 做了歌院大学士啊 副总理级啊 厉害厉害啊 在这里呢 值得称赞的呢 就是魏广美啊 虽然投靠魏宗妍 但是呢 他认识了新朋友 他并没有忘本嘛 他刚刚上任而已 第一件事 就是拜见老爸的好朋友 结拜兄弟 赵南星 谁知 这位世伯赵南星 不但不肯见他 还送了四个字给他 堅存无止 哇 这四个字是对人最大的侮辱 堅存 就是魏广美的老爸 魏允禁的别字 堅存无止 即是说 你老爸魏允禁啊 根本就没有你这种五亿仔 太过分太过分了 你骂他就算了 何必连人家的老爸都拉出来骂 即是说 你呀 你生成这样的 臭小子 魏广美官职比你赵南星大得多 你不是个利部尚书 哎呀 哎呀 你是六部尚 但是魏广明 虽然是礼部尚书 他还是个重要职务啊 他是内国国园大学士 副总理级人 是正你尚书来的嘛 赵南星 赵南星敢来侮辱这个魏广美 魏广美当然十分气愤啊 但是这个世侄呢 还是很忍得住气嘛 好了好了 第二次他在上门去求见赵南星 赵南星又是闭门不见 魏广美这回就发火了 哈哈 给面你不要面 好了 好了 我就跟你反面 算了 算了算了 我又不用求你了 你干嘛 也行的你 放什么架子呢 不过 魏广美呢 到底是名门子弟修养好好的 想想想想 哎 哎 好了好了 到底你是父亲的好朋友 属于世伯啊嘛 我再忍一下气 再去拜见你了 于此 第三次拜见赵南星 怎料赵南星还是死瓦面颈 不理睬他 不肯见他 喂 当年流鼻 请朱葛亮出山啊 都不过三顾草劳而已 现在 魏广美三次去你家 拜见你 三次上门 又不是叫你出来卖名 无非请阿世伯吃顿饭 醉下旧而已 你居然敢来都侮辱我 我 这回 魏广美就下定狠心 和他拼个你死我活 本来啊 这个魏广美呢 还可以争取下的 有可能 可能 会变得好些 但是 就是被赵南星部长狠心教育一下 就变成不可收拾 坏到透的人物 死心塌地 依附魏公公 死都跟东林党绝对 除了这两个人之外呢 现在 魏忠然的党羽 越来越多了 好似 逢顺 施鳳彩 崔晴 这些都被人称为 五彪十九十孩二的人物 只是这类人 都已经有成三十人多了 不过这些都是小二科而已 魏公公手下 现在有二十下尔 四十侯孙 五百个二孙 哇 一个太监啊 有这么多子子孙孙的 是啊 二孙满堂 确实大大有福气 其实啊 东林党 拉帮结派 立山头 搞团体 也很有水平啊 不过你跟魏公公 是比较差的大决 因为东林党 拉人入伙的标准很高的 而且渠道有限 大部分都是同乡 就是所谓乡党 同市 就是同科进士 或者是坐主 就是私生关系 除了个别的特殊人物 有特长的 那就可以破例 好像汪文元 那就可以破例加入东林党 其余的 绝大部分 都是高级知识分子 尽士 或者汉林 还有啊 还要讲究你身家清白 你没有什么案底 才能够申请加入的 但是我们魏公公 哎呀 十分开放 没理你这么多 什么人都可以加入的 其实魏公公本身 就是流亡地帽 无乃文盲出身 连自己身世都是这样 卖女赶走老婆 每次都做得出的人 你又想找一个 比他更低级的人 是啊 都挺难的 所以啊 吸收人一会儿 一律不问来力 所谓英雄莫问出处 富贵就不思来游 不管你啊猫啊狗 食路就可以了 现在 他手下的那些人 也十分色趣的 个个都先认定 我是什么虎啊 镖啊 狗啊 猫猫啊之类 总之呢 是飞禽走售 反正不是人 这个妖魔鬼怪的集团 性愿都十分複权的嘛 太监特务 六部官员 地方官文官 无杠 各个队 各个队层各个行业 正是百花齐放的 但是啊 哎 他虽然来自各个行业 各个队层各有不同的 有一点 他们完全相同 喂 你又说 他们不算什么条件 不是啊 有一点 一定要完全相同 到底是什么呢 欲知后事如何 哦 这代下回分解啦 啊 啊 好 好 是 好 30分 你 那 只能是 分别的 你 用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